電影工作者創造出很多不同種類的外星人 而在現實世界 也有很多人聲稱目擊不明飛行物體UFO 他們還發現很多被認為是由外星人留下的痕跡 至於在1947年 美國政府收藏的古怪屍體 又是否屬於外星人呢 如果是 究竟他們來地球的目的 又是為了什麼呢 很多人都相信 宇宙之內除了人類之外 會還有其他生物 而這些生物 不知為何一定比我們更厲害 而且他們一定是想統治地球 不知道我們為何會這樣想 到底這些UFO是否真的想來統治我們呢 今晚我們請來幾位嘉賓 先介紹他們 包括了香港天文學會代表潘超強先生 中大生化學高級講師曹宏偉博士 我們的好朋友Danny夏朝昇 還有就是Sam 潘國三 謝謝各位 我們現在就開始研究一下 研究UFO之前 我們先看看這段片 今年4月 有人報稱在淺水灣目擊UFO出現 20秒鐘之後 UFO神秘消失 另外 中國貴陽市更加出現UFO偷襲事件 被偷襲的市郊長達三公里的樹木 在幾分鐘之內攔腰折斷 同時間 住在附近的居民聽到龍龍巨響 更加看到一股強光逐漸逼近 感覺就好像一列高速火車 向他們直衝過來 其實除了香港和中國 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發現UFO的紀錄 最突破性的發現 可以說是1883年 當一位墨西哥教授玻璃拉 利用望遠鏡拍攝到UFO 在太陽前面經過 如果所有事件屬實 UFO是不是一直 就已經存在在我們身邊呢 好了 那看完片之後 這裡有幾位好朋友 就已經跟我們聊過UFO了 不過新來新豬肉就是阿郭超強 所以他先問一問你 其實你信不信有UFO這件事存在 我絕對相信 因為UFO很簡單 這三個英文字代表了 不明飛行物體 其實天上有很多東西飛來飛去 包括飛蚊、飛蟻、飛蟑螂 那些不是不明的 你只相信這些嗎 沒錯,那些如果明了之後 根本在UFO的個案裡 只是真真正正不明的 佔大約百分之十多 但可以怎樣去解釋 例如剛才我們看到中國的現象 怎樣可以解釋 在電光、火石之間 就把那些森林摧毀 但這些真的要解釋 否則我不信服 我嘗試 有五個理由來解釋 有這麼多嗎 第一個,你不明飛行物體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見慣飛機 直升機 或者其他東西 但是有些新的東西出現 但是軍事上有秘密 它不可以讓你知道 那你感觸上 覺得它比較神怪 那你信時即逝 那你又看不到全炮 那這個是新發明 第二個,可能有些現象 自然界的現象 我們未能夠真正口釋 那這個可能性比較少 第三個是幻覺 因為我們視覺上可能有幻覺 還有一個就是 我也不排除有天外的智慧 但這個天外的智慧 以甚麼形式出現 是未已經到了 跟我們有溝通 以及是未以這樣的形式 頻頻迷,我就質疑 我甚至認為到現在也可能未到 但不排除它仍然有這樣的可能性 最後一樣是樂作劇 我知道在座一定有一位 一定不同意就是Danny 你已經… 好,首先… 先說說曹博士 剛才最後的樂作劇 真的會有這些人 如果說說樂作劇 有那麼多人 全世界那麼多人見過 或有那麼多外面的紀錄 他們全世界合起來的樂作劇 也真的很樂作劇 我想如果是樂作劇 也要認真研究調查過 不過曹博士純粹是嘗試 在沒有機會去研究的情況下 想些解釋給大家聽一下 我說的是五種原因 其中一種原因 其中一種原因… 其中一種原因… 例如有一群人說看到飛碟 正式來說,就逐個問 首先看看人的智慧有沒有問題 然後看看人格有沒有問題 信得過 好,那你們查一下 那群人有甚麼階段嗎 如果每個人都是夏熙星的歌迷 我們就要懷疑了 對,就要問 只是懷疑而已 懷疑而已 可能為了哄太太 就找一群粉絲作故事 我們要聽我的太太 我聽說你還是你太太 親身曾經見過 我和太太也見過 但我跟他相比 就是小毛見大毛 我看見是一顆光 或是或者是那些 證實不了的可能是天然現象 但只不過這顆東西 好像一顆星 但會停,又會飛,又很快 但我太太見過那些人 就嚇得很害怕 就像一塊餅 天天也有窗門 我太太最長時間見的那顆UFO 就是一顆很長型的雪茄營 另外有四顆小的周圍飛 看了七小時 我也沒辦法說是萬花 如果你看了七小時 為甚麼他不拍下 他們不需要拍 這些東西經常都可以看 在哪裡 在智利 外星人傳不存在 很難從檀花一夜的UFO證實 但是從他們留下的痕跡傳聞 又可不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呢 好像在以色列發現的一具木乃伊 由於身形奇特 部分專家相信 其實是一具外星人的屍體 為外星人的存在 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另外一件更加有力的證據 是魯斯維爾事件 發生在1947年的一個晚上 當晚一個飛碟 在新墨西哥州魯斯維爾聚毀 現場還留下飛碟殘骸 和外星人的屍體 可惜由於美國政府為免引起恐慌 將所有證物收棄了 除了這些證據之外 男女也發現一塊寫滿 數字符號的白色金屬 據說是一份外太空的報紙 至於在英國墨田發現的奇怪圖案 考古學家利用電腦進行分析之後 被認為是外星人 向地球人留下的一句說話 表示他們會在1999年到達地球 還願意跟我們分享科學知識 曹博士 聽說你最近去了英國考察UFO 雖然你一直都不太相信這件事 你一定要有很多證據確鑿 現在去到那邊 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 還是反證到是還是不是UFO 心急… 我先說所謂不明非人物體 其實說的話比較多 整個背景就是外星的智慧 來自外來的 他們來探索我們 包括有外星人 或者很古典的期間 有一些古典的文化 是他們過來探訪的 我想說回剛才那個片段 所提到的有一個聚機 是1947年 但是你看過照片裡 那兩個解剖的嚴絲觀 穿得很輕鬆 你知道我們去月球探險 就去罩 因為不知道帶回來 有甚麼病毒 所以這些東西就像道貨一樣 但是那時候 就算他們試爆原子彈 其實算不完 試爆原子彈就在那個地方 這個就是我接著要說的 當時其實在美國 這附近是在試驗 秘密軍器的武器 譬如是隱形飛機 所以隱形飛機 不能讓你測得到 最好是你不要進去干擾它 或者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凡是一些能夠令公眾 引起恐慌的事件 任何政府第一個做法 就先不要發出去 不過剛才看過的影片 正如素博士說 就… 確實太過了 沒理由不穿多些保護衣服 就走過去 打開解剖的外星人 太危險了 那… 譬如說說回香港 早幾年經常說 有些不明氣體 這麼簡單的事 那時候又怎樣 有不明氣體 就有個專家出來說 那些小學生不喜歡上學 有人說吐,大家都說吐 那就全部不用上課 其實可能就是 那些小學生吃了四季 但現在有甚麼不明氣體 就馬上去醫院 因為真的發現 東京有些毒氣事件 其實香港周時 也有不明氣體出現 不知道是否那些小學生 比較矮小 就容易吸收到不明氣體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一容易引起公眾恐慌的事 一定先不要說字 所以也有這個… 目的也應該的 我覺得如果這麼多年之後 現在真的說 今年八月要公開這件事 我想可能是時候吧 沒錯 因為這麼多年裡 我們的知識水準 科技的知識大部分 都大了很多 我們接受的兩年 可能沒有以前那麼驚慌 對… 我嘗試用外星人的腦袋去想 例如我真的有這麼高的科技 我會否那麼水皮 連降落在地球 平坦一點的地方 都很猛烈 還要撞死幾個 這樣的機緣 有沒有那麼差 那些駕駛技術 都不知道考了排名 就算… 就算… 降落失誤也好 當然有很多問題 例如外星人的結構 會不會… 是否一定要和人一樣呢 一定要兩隻手、兩隻腳 或者一定要兩隻眼 是吧 那… 那些駕駛會不會和人類似得這麼交關呢 那這種問題 都是… 其實這些才是科學家要研究的東西